男嘉宾一上来就说自己这儿好 那儿好几乎是没有缺点的一个完美男人 那么接下来就给你设置点坎了 看看你生活当中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么完美啊 哎 妈 我来了 啥事啊 那今天问你俗过生日吗 呀 生日啊 你今天吃啥好吃的呀 那当然也好吃的呀 哎呀 你快坐呀妈 我老传你的这个手艺了 这娘俩带两张嘴就过来了 今天是我爸过生日 知道吗 那都不是外人 你说谁买 你买我买有啥区别呀 哎呦 我的天 你俩不用计较啊 今天是你爸过生日 我们俩呢还能拿起这个菜钱 所以你们俩谁都不用买东西 你们俩就来吃了 我们俩就都非常高兴 我妈做饭你还没说过你要钱呢 哎呦 我天管我要钱 我爸挣那些钱都给妈了 还管我要钱 我妈也没花呀 你再说爸 你说你那挣钱 你怎么不给我点呢 都给人家干啥呀 你这胳膊肘怎么老往外拐呢 怎么往外拐呢 你这不家里人嘛 进屋就问吃啥 啥呢 熟啊 你儿子也太挑了啊 老人从来不挑侄女的力 老人过生儿 父母过生儿 你来了就高兴 就比带啥都 真是 对 我看就带拿爪子正好 啥也变得 不行 不能这闹喝啊 咱这说话太不体面了 不应该发生口角 就是 像老人来了 像父亲的爸人来了 爸就高兴 都高兴兴的 咱们过这个事儿 我说高兴 不管说你爸有多钱 给我多钱 我一分钱不会给我孩子 因为这钱是你爸挣的 我们是在这儿花 不会拿到我家去花的 也不会给我孩子去花 爸你这话那方式 说我不乐意了 我孩子我个儿有钱 我会给我孩子钱 那就是了 你最好别花我爸的钱 你花我爸的钱 我都没花我爸的钱呢 咋的啊 你这还 今天还得给他立个自居 那万一我有一个 急用钱的时候 那咋的一分钱不包 急用是急用 急用那时候又一说了 你现在出去找个二路汽车 到哪个商场 给我爸买点东西 对不对 你一个这叭叭叭 我听着还挺累的 是不是 不是 你有这功夫都买不来了 叔我发现你儿挺烦我是不 那相当烦了 不是一般烦 不能 你儿很烦我呗 非常烦 现在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今天这个生日咋过 叔你给个痛快话 你就是看看 你要是觉得我这边 应该从你家走 我立刻走 我也不买东西回来了 你就抓紧时间 让他走就完事了 那行吗 他在这我也不甩 家和万事行 那你俩不但 不但没给爸带来笑声 还带来 烦恼 烦恼 所以你俩都懂事的孩子 不能这样做 这是不允许这事 行吧 爸你要这么说 我看明白了 我今天就不跟他一般计较了 他不明白事 我不能不明白事 我看老两口过得挺好 你说谁不明白事 就你不明白事 一百块钱 这个家庭战争大不大这算 热闹不 现实当中没有 当电视剧看 当电视剧看了 配合一下 其实我发现女嘉宾反应很快 她从女儿进来 发生矛盾之后 您的嘴都没停过 是不是 一直想平息 在左右逢源 因为我在第二张 我跟他过日的时候 他家姊妹把哥哥姐姐兄弟 都来打来来闹来 我就刺痛到妈 这边洗着爸爸裤子的 爸爸接着你 爸爸背你 他们都来骂了 就那样 后来我就 我一门乐一门站起来 我说你没事能刺痛好 我说你把妈接走 你把妈接走 你回家刺痛去 我看你怎么刺痛好 我学 你的眼带程度确实挺 对吧 因为我就能刺痛到这样了 一天没 也行为八顿饭 也行为六顿饭 没变数的 点啥我就得给做啥 嫌你刺痛的不好 不是 她吃完的 墨头都忘了 反正她女儿来 问她吃饭 我没吃饭 也不给我做饭 她女儿就坐着我骂我 我说那你来 你跟我上厨房 我哪天都吃完 我要能吃的我就吃了 不能吃的 我就都到了为主 所以说你其实在那个家庭当中 就是这种风波很常见 就没事来一个 是 是吧 你这是铁打的衙门 流水的大姑姐们 就来回找你 是吧 所以我说 你看 关键的问题 就是姐姐这个心态 是真是救了你 否则的话 联绵不断的这样的一种争吵 不仅仅影响你自己的身体 更重要的 你的心情不行 但是主要的一点是什么 婚姻生活当中 不能放低姿态 就是你姿态放的这么低 你给他伺候的这么好 但是对方依旧不满意 所以为什么 婚姻当中一定是平等的 我们不能够低到尘埃里 去求得一份生存的空间 越这样的话 自己生存的空间会越窄 哎呀 我这点嘛 就是从生了下来 可能到现在 我就不会打也不会骂 我就跟你讲理 我这个时候 我这就会来